來你們看一下 你現在這個行動電 我們之前都接在那個主機板上面 但是我發現其實因為我們主機板是鐵的 所以你那個這個後面電路直接接觸比較容易就是會短路 所以這個呢 你就用裡面附的線直接接到行動電源上就好 就跟平常大家看到家裡面行動裝置有沒有 電話啊 是不是在充電一樣 你就有放進去 所以它只是借用它的電源 那你第一次插上去的時候 你看一下喔 第一次插上去的時候 它的這個燈有沒有開始亮一下 然後會開始閃爍 會開始閃爍 閃完之後有成功會亮一個綠燈 有沒有 這個時候就表示它已經連到網際網路上 已經變成是一個什麼 一個裝置 那為什麼可以連得上去 因為老師的現場這裡 有一台什麼 這邊 這樣有看到嗎 這個方向 這樣 有沒有看到那有一台白白的 那一台就是無線網路的分享器 所以我們webduno的部分啊 它就是透過那一台無線分享器 連到網際網路上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所以呢 我們透過網路呢 就可以直接控制它 所以如果你有連線成功 正常的狀態下 這個燈應該 剛開始亮完紅燈 亮一下綠燈之後 它就是關掉的 也沒有人 你的這個是還在亮紅燈的 亮藍燈是後面的這個 好嗎 後面有一顆藍燈 不用理它 我們看的是前面 這樣OK嗎 有沒有誰 你的是亮紅燈的 亮紅燈就表示它沒有連到網際網路上 你就必須要再做一下設定 那麼第二個 你們看到這個之後 你怎麼知道你的裝置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怎麼知道你的裝置叫什麼名字 你們裡面 這個盒子打開 這個盒子打開 裡面是不是都有一張這個紙 有看到了齁 你看這個 有兩個號碼 咦 對齁 舒清老師 你下次可以把這個印在外面 我都印這裡好 我後來用 我都是利用那個 印在貼紙上 然後就貼在外面 不然萬一這一張不見得你就找不到了 呵 呵 欸 這個的話 有沒有發現 它有兩個號碼 一個叫SSID 一個叫DeviceID 對不對 我們要用它要用誰 用下面這個Device ID 有分大小寫喔 所以今天我的裝置如果已經有在線上的話 我怎麼知道到底有沒有 你可以按這個地方 不管模擬去或正式的都可以 右上角這裡 右上角這邊有沒有一個閃電 這個閃電 你只要把你的裝置的名稱打進去 以我的來講 我這樣 記得喔 有分大小寫喔 我的是這個 好 你看 如果我有成功連到網路上的話 有沒有發現變成綠色閃電 就表示確實真的它有在線上的 我們待會就可以控制它 這樣有沒有了解 有喔 所以這個你可以先確認一下 好 先確認一下 就可以確認一下的吧 好 再次拍一下 好 先確認一下